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交接团队 30号宣布将会提名前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叶伦出任财政部长 而宣布之后只要经过参议员的批准 就能够正式的上任 而叶伦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的财政部长 而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将会是 协调纾困计划以及处理美中贸易战